這個我想大家在座 很多都是有過選舉經驗的 廣告上去下來 貴的都是那個人和那個車 誰出錢 這個是學問很大 以前我們古早會擺爛 真的躺在地上滾 不管他 反正我們都已經土崩瓦解選輸了 不管他 真的是市政府進財 那其他呢 原則上弄上去的人 負責弄下來 這一點是絕對沒錯的 可是今天他提到了都發 提到了市政府 我只能說 這一定是用廣告物相關的法規 去叫人家把它弄下來 你沒有申請 這個最常見的 你沒有申請 不然我把它當違建拆掉 連你的框框都拆掉 怎麼樣的 好 所以不管現場的公投 或者是現場的工人怎麼表達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既定事實就是 那是個媽媽的東西 然後他現在被人家弄下來了 屋主不管是不是屋主的意見 大家都知道有一股力量 就是支持高宏安的力量讓他下來 你現在要是負擔 或者是去跟屋主說的那個人單 都一樣 就是高宏安的人還在持續努力的動 然而這樣動有意義嗎 這種事情都是 你其實廣告在那邊根本不會有人什麼在意 我們根本不會討論 對啊 他就是一個看板 你把它拆掉都全宇宙都在討論 這不就是現實 所以真的 人笨是從各種方樣 各種層次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再補一個真的很妙的 最近有一位教授說 高宏安星期比平均高五十倍 怎麼算的 然後他說他們已經統計了最近的十六個案子 哇發現高宏安比其他人高五十倍 他要把這個東西拿去投稿 國際期刊justice quarterly 好 他要拿去投期刊 重點是預計 預計要投啊 這種事情我也可以投啊 我現在都預計要投啊 我就講高宏安全身都是有問題 我也可以預計要投啊 高宏安這一位是清那個 清大特兵教授很像很有厲害 很厲害 但他其實材料工程系的 老實說你材料工程系 不是不能寫法學啦 但是這種那麼容易被捅破的東西 真的沒必要硬拗下去 上公三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對啊 請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關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紀錄板 等你一起來